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这两党之间 竞争虽然非常厉害 但同样面对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那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不谈大选 我们谈立法机构的负责人 现在立法机构的负责人 几乎成为国民两党的什么内乱的根源 这究竟怎么一回事 我请到了我好朋友 华人智库董事长重庆坦白 哲学博士欧重庆 欧教授欧教授好 刘阿哥好 欧教授请问一下 大陆的观众他要知道 大选我们已经谈了很多 那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出来 这个奇怪的东西 为什么国民党跟民进党 会为立法机构的负责人 展开一连串的内斗 能不能请欧教授为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是赖清德几乎是坐稳大位了 大家认为在赖清德手上 是讨不到好处了 也就是赖清德的习惯是行政权一把抓 谁到时候在赖清德行政团队 几乎是所有的每一分每一毫大概 最后都得上脚到赖清德的手边去 所以剩下的利益就只剩下立法那边 比如说通过法案或者是所有人民的官诉 再来就是对各个部门的前置 这些其实都还有一些擦边球的利益 可以在这里多少剩一点回锅肉 那么如果在赖清德的眼皮底下 还想要讨点其他的饭吃的话 那么利益不是赖系的他该怎么办 他就得到立法这边来讨饭吃 那国民党更不要说了 国民党知道如果是赖清德拿下政权 那别开玩笑了 国民党剩下了一点点家业啊 还不晓得被端走多少 所以最好的办法也是把立法那边给看好 最好是能够抢到龙头 最好是有人出钱把席次买个过半 也就是113席买个二分之一 把龙头宝座给拿下来 这不是最美好的结局吗 不过这种算盘啊 恐怕很难得逞 因为赖清德他是一个极其霸道的性格 刘华哥 的确我这边我讲一个赖清德的故事 过去像历届的台南市长 他们有一个地方分配款 都是直接分配给议员的 但是到了赖清德担任市长 他全收于赖清德办公室 他是要看你听话还是不听话 听话还是不听话 他来做某一些分配 换句话说当这个议会不听话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像包含台南市议会 他他发生会选议长会选事件 你要赖清德根本不进市议会 这个就是赖清德 好我们讲完赖清德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国民党 那国民党为什么也会为这个立法机构负责人的职位 好在那边也要内斗 那所谓也要内斗 究竟谁排不分区的第一名 大家就可以知道 因为第一名他通常就是负责人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国民党他也要运用郭台铭的资源 去争取立法机构的席位 欧教授您能不能为我们分析一下 那国民党是在野党 现在国民党是怕失去一切的权利 因为他们太了解赖清德了 所以他们几乎认为 国民党不管派谁出来选都选不于赖清德 可是赖清德仍然想把整个立法那边 弄出是以新潮游戏作为主长的局面 一旦新潮游戏也拿下立法 那可别开玩笑 行政立法一把抓就会是赖清德局面 那时所有国民党过去跟赖清德做对了 或者是国民党过去可能在立法那边 还可以拿到利益 恐怕都会说声无几 甚至会血本无归 这就国民党正在怕的事 当然现在国民党因为他知道 他席次没有过半 所以不耽误党产条例 转型正义条例 促转会 就把国民党给所有的资源 通通都给查封 所以国民党深受其害的状况之下 他就讲如果大卫争取不到 我就干脆回过头来 用立法机构来钳支行政权的独大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欧教授 谢谢黄哥